我們首先帶你甘心的是華盛頓郵報 在美國呢 其中選舉就快要舉行了 然而現在伊波拉疫情 跟伊斯蘭國的多重威脅之下 總統歐巴馬支持度創新低 而以過去的經驗來看 現在選情對於共和黨很有利 然而民眾對於共和黨的表現 其實也不是相當的滿意的 所以一般預估不會像前兩屆一樣 出現一面倒的情況 國際紐約時報我們要說到 伊波拉事實上在歐美帶來的恐懼 其實遠比病毒本身散布的速度 來得更快 甚至已經影響到民眾的精神層面 主要就是因為歐美國家 對於伊波拉相當的陌生 那麼在英國有一位長期在西非 從事慈善事業的母親 最近就很懊惱 由於她找不到學校 願意讓她只有九歲的孩子註冊 那麼只因為他們曾經去過疫情嚴重爆發的國家 獅子山 好 再來是紐約時報 堪心的是美國紐約呢 大約有34500人患有精神不穩定的症狀 因此被禁止攜帶槍支出門 這項名為禁帶槍支的名單 是兩年前康州桑迪胡克小學 發生校園槍擊案後所建立的 而英國衛報來看另外這個最新的統計數字 就是在英國每年有34000人是死於肥胖的相關疾病 英國政府為此推行瘦身計劃 而健保區域也第一個響應 澳洲底下135萬名員工要控管體重 到健身房來多做運動了